大家好,我是通教师,欢迎收看我的视频节目 本期干货较多,建议提前点赞收藏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在我刚刚做完关于育碧节目的数小时候 企业的掌门人一副鼓励莫特突然对外界宣布 在保证独立性的基础上,他们可以考虑备收购 毋庸置疑,身为仅次于CDPR的欧洲第二大游戏开发商 育碧的表态无异于投下一颗重瓣炸弹,即将引爆整个游戏产业 只是在如此炸裂的消息背后,我相信很多观众会有各式各样的疑问 譬如玉币究竟值多少钱,微软和索尼是否有能力吞下玉币 以及两家公司对玉币真的感兴趣吗,换言之玉币值得他们买吧 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聊了这三件事 不用质疑,市值是反映一家公司价值最直观,也是最客观的数字 根据二月的平均收盘情况来看,目前玉币的市值为56.5亿欧元,约合64.2亿美元 特别插一句市值的计算方法为每股股票的市场价格乘以发行总某数 也就是说所谓的市值就是公司所有股票的总价值 当然在实际的收购操作中,我们难免要考虑溢价率的问题 即在市值的基础上多付出50%乃至更多的费用 毕竟平进平出可无法让股东们满意 只有更多的金钱才能够安抚其贪婪的心灵,束缚住他们躁动的手指 以免这些人在关键环节投下否决票,同样让之前的一切努力付出东流 故而出于稳妥性的考量,我们不妨将收购价格定为市值的两倍 128.4亿美元 相信高达100%的额外收益足以让玉币的股东们将公司双手放上 在厘清玉币的价值后,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 微软和索尼是否有能力吞下玉币 很显然128亿美元至于微软而言没有任何压力 千金一致收购动式暴雪的操作已经彰显了他们的土豪本质 另去外媒MicroTins于2021年6月的数据显示 彼时微软的现金储备包括现金等价物就达到了1300亿美元 抛开买下动式暴雪的支出 公司仍有至少600亿美元的现金可供使用 不仅如此,微软每年的赚钱能力也一场惊人 仅在2021彩年,公司便营收1681亿美元 净利润更是攀升至612亿美元 而索尼一方则相形见出 故而大部分玩家认为,他们没有跟玉币谈判的实力 不过我倒并不这么看 一方面玉币的体量远远小于大众的认知 纵然按照128亿美元双倍的市值去计算 话重点啊,双倍 其在整个游戏圈中也绝对谈不上出众 譬如号称美国腾讯的EA,其市值就高达380亿美元 二星的母公司Take2为180亿 于2005年通过合并组成的万代南梦工 以及韩国游戏公司Nixon则均价值150亿美元 说实话,我本以为玉币的身家会更高一点 可万万没想到,连波兰蠢驴都有195亿美元的市值 几乎是玉币的四倍,实在是出人意料 另一方面,索尼自身的现金储备还算丰厚 早在2020年中旬,日媒东洋经济网边报道 索尼是日本现金最充足的公司 现金金金额为18,851亿日元 约合165亿美元 而一项擅长储蓄的任天堂只能以105亿美元区区第二 加之近些年来,四公主大受欢迎 而PS5又持续弱卖 预估当下索尼最低限度也持有近200亿美元的现金 综上所述,至于索尼而言 拿下Take2或许难度颇大 吞并EA更是痴心妄想 不过相较之下,若将玉璧视作目标 倒也称不上什么天方夜谭,痴人说梦 不可否认前两个问题难度不大 只要你愿意静下心来收集数据 总能得到理想的答案 只是对于索尼和微软而言 玉璧是不是一个令他们满意的收购对象 就多少有点见仁见智了 目前有一种主流说法认为 微软乐意为之 索尼则无意与玉璧合作 因为XGP本身就需要大量游戏制作组 与游戏的加入 以推动订阅制的进一步壮达 而拥有众多IP的玉璧 看起来非常契合公司未来发展的方向 反观索尼 其游戏阵容与玉璧一方严重冲突 本就手握漫威蜘蛛侠 对马岛地平线等大作的他们 很难对同位开放世界的磕刻信条 与孤岛惊魂提起任何性质 第一次看到这个观点的时候 我觉得颇有道理 但细细琢琢磨之下 又感觉有不少欠途之数 首先综合国内外多名暴露者和媒体消息 索尼已计划效仿SGP 推出名为斯巴达克斯的订阅制服务 预计于今年4月份上线 既然索尼将踏上订阅制的道路 那就没理由放过任何一个 能扩充游戏阵容的机会 尤其是在面对像玉璧这种游戏厂商的时候 其次买下玉璧 无论是对于索尼还是微软而言 都是极其关键的战略性收购 这么说可能显得有点空洞 我不妨讲的直白一些 通俗一点 市场不过就是一块大蛋糕嘛 如果索尼切的大了 那留给微软那块就势必会小 试问谁又想做那个吃亏的人呢 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 在我看来 玉璧是一头极具价值的现金牛 该概念来自经典的波士顿居镇 是指那些已经取得了一定市场问额 利润较为稳定的公司 而玉璧恰恰就是标准的现金牛 尽管玩家们一直对玉璧套路化 与模板化的游戏制作理念万分反感 甚至无数人在唱衰他们 但公司的盈利却丝毫未受到影响 近日玉璧的总裁就向投资者们透露 刺客信条英银店已经产生了超过10亿美元的收入 使其成为系列中最赚钱的作品 买下玉璧可以让其为企业提供大量资金 以帮助新IP的研发 而且由于现金牛自身增长空间有限 却又产出稳定 也无需收购者在为其增加投资 就好比买了头奶牛 虽然产奶量不大 但好歹有产出 而且人家不仅吃的少 还不挑食 最后年底一算 竟然还有看得过去的盈鱼 多一头又有什么不好呢 视频已经尾声 让我们先跳脱玉璧这个话题 多聊一点业界 其实最近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 微软与索尼这种通过收购 强硬划喷势力范围的做法 是否真的对玩家们有利 当大量原本中立的第三方厂商 转变为第一方的时候 曾经的全平台首发 大概率会转为由某某主机独占 譬如闭设正在打造的星空和上古圈轴6 便是这种情况 假如玉璧为微软吞下 那对刺客信条情有独钟的索尼玩家 势必要多添置一台游戏主机 相反情况下 微软用户也是一样 跟过去相比 这不是在无形中增加了玩家们的开销吗 当然或许伴随竞争的不断升温 索尼与微软也会达成某种停战协议 但无论结局怎样 2022年都注定将是不平凡的一年 各种收购交易会慢慢浮上水面 有情理之中的 自然也会出现意料之外的情况 好戏还在后头 让我们静观其变吧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想听点有深度的游戏评测和业绩杂谈 记得关注我 我是冬小师 我们下期再见